如果今天201這一題 它裡面主要 它要我們做的實際上就是說 針對這個網頁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網址把它複製之後貼 貼過來之後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網頁 是它的網頁內容 那它主要是要找這個網頁裡面的某一些關鍵字 比如說TQC加這個關鍵字 到底在這個網頁裡面出現過幾次 當然不是叫你用Ctrl F 用尋找的嗎?當然不是 那可是問題呢 程式該如何撰寫 那考試的話基本上 這個地方有提到 就是爬取網頁 搜尋字詞 所以如果假設 你將來會有搜尋字詞關鍵字的需求的話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知道說 在那個Python裡面有一個模組叫RE RE裡面的話有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讓我們去Find 我們網頁上面的東西 所以理論上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一題 那個程式的部分的話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4頁 那因為這一題的話比較固定 所以我們大概直接來看一下 直接來看一下那個程式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它要把網頁抓下來 所以抓下來的方式的話 那這裡我們一定要用Request 所以你會把Request 反正只要跟網頁抓取網路資料有關的話 就RE 這個Request 裡面的Get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資料呢 把它丟到這裡 那因為參考答案 你會發現它獨立出一個變數 不過我剛剛做的 其實這個地方是可以 不需要一個變數 直接放網址也OK 那得到前面等於這個物件名稱 我們前面習慣是用HTML 不過它這邊叫做HTML File 不過只是名稱不同而已啦 那底下的話呢 有一個確定說 是不是有把網頁載入成功 那我們會需要用到這個HTML File的一個物件 裡面有一個屬性 叫做Status Call OK 那什麼叫Status Call 其實就是狀態 那其中的話呢 如果網頁真的載入成功的話 那回傳會200 另外的話 如果載入失敗 最常見的就是那個連結失敗的話 最常見是404 不知道各位應該常常看到沒有 網頁有沒有 404 那 所以 另外如果你假設想要知道說 Status Call有哪一些的話 很簡單啦 其實你就把這個拿去Google 找一下就知道了 HTML 這邊有Status Call 這邊就會列出來了 這邊有一個叫HTML狀態 就會列出來了 這個其實不用特別去背 它這邊有分類 有沒有 從那個D類是資訊回憶 100到199 然後成功就200到299 然後重新指令 錯誤的話是400到499 所以一般如果4開頭的當然就是錯誤訊息 然後還有什麼次不單錯誤 有沒有 然後就是500到599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知道一下就OK了 200 那如果 那反思的話就是下載失敗 所以它會有一個邏輯判斷 if else 那如果成功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讓使用者輸入一個關鍵字 我先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這邊執行之後 請輸入欲搜尋的字串 那這邊因為有一個input 那我們就輸入什麼了 題目要求是TQC加 因為這個網頁裡面會有很多TQC加 OK 你按Enter 最後得到的結果 我希望是顯示出這樣 TQC加搜尋成功的一個狀態 然後出現的次數呢 前後要空白 把那個次數呢 擺在中間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第一個 input 所以這個地方 請輸入 我就是多一個input 然後把資料呢 得到的結果 給我個這個x 那這個x的話 得到之後的話 我們主要是利用re 這個re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正規表示法的一個模組 那什麼叫正規表示法 這個我想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還蠻重要的 以後如果你要搜尋 網頁上面的東西的話 那各位可以參考 我放在那個雲端 這個解答裡面的 我看一下 我放在這上面這裡 這邊有一些相關說明 所謂的正規表示法 那其中的話 比如說我要找的資料裡面 假如說有出現什麼 一次 零次或多次你可以用信號 有沒有它就 如果我要找的資料是這一些的話 你會發現給一些有沒有像這些符號 那其中的話 還有所謂的那個問號 或者是範圍 其他還有像相關的資源 如果是低的話是找數字 大寫的低的話是非數字 其他的話 那S是空白資源 等等的相關 大家要了解一下 那比如說案例的部分 假如說我要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網頁 這個是虛擬的網頁 所以我要找裡面比較常 常常我們會需要找的 比如說網頁裡面的email信箱 有沒有 比如說你要去找 就是給它一個網域 這個網域裡面 去把所有的email信箱 都幫我爬回來 那這樣我就可以寄email 對不對 另外的話我要找價錢 價錢也是蠻重要的 比如說電商 哪一些網站最便宜 有沒有 另外的話我要找什麼 這個網頁上面的圖檔 我要把它全部都把它另存下來 比如說這個相簿很棒 但是問題我要一張一張另存的話 很浪費時間 那我是不是可以先把 那個 它的圖檔的連結先產生 然後再把它存檔起來 這樣子的話 我就不用圖法煉綱了 對不對 所以你如何去找 這個圖片的網址 對不對 另外的話還有電話號碼 他也會需要收集那個網 某些網站上面的電話號碼 那至於怎麼做 下面有一些參考的範例 我想這個 請各位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或甚至你可以把這段程式 Ctrl-C,Ctrl-V貼上 那一樣可以把那個結果給放出來 你們可以這樣 從哪裡 從這裡 HTML到這裡 Ctrl-C 那你可以開一個空的貼上就可以了 那跟各位講一下 上面這一段有沒有 這個HTML這一段 實際上是模擬一個網頁 也就是說 因為你要再去爬一個網頁很麻煩 我乾脆 就等於是把那個網頁的 這個HTML裡面內容 先把它放在這裡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知道說我要爬這個 這個假設是一個網頁裡面的東西 那比如說我要爬這個網頁裡面的 Email信箱的話 怎麼做 OK 所以這邊有一個什麼 如果要找Email 其實你就會套範本 這一段就是找Email就對了 那關鍵的地方就是用 R1的Find All 有沒有 Find All方法 然後呢 把這個網頁的東西丟給它 它就幫你顯示出來了 它會幫你把這個網頁裡面的Email 幫你找出來 第二個是找價錢 有沒有 找多少圓 有圓 把圓裡面的錢幫我抓出來 你可以參考這個範本 另外找圖檔 有沒有 這個圖檔的路徑 就這個嘛 因為其實如果你有圖檔路徑的話 再來你就可以另存新檔 可以把檔案存檔起來 OK 是很蠻簡單的喔 用R1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之後如果有時間 我們也可以來練習一下 比如說某個項目你很喜歡 但是你要一個慢慢存 我想你們應該有遇過這種狀況 那用這個方法非常簡單 兩下就可以把那個 網頁裡面的所有圖檔 都幫你存檔下來 OK R1.Find Find All的話非常好用 然後呢 另外電話號碼 我把它R1一下給各位看 其實你可以把它分開 分開看 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執行完之後 就得到我要的email信箱了 那你們可以另外找網頁喔 不是說只能用這個喔 另外你要找價錢 找那個圖檔 然後找電話號碼 其實後面也許我們再看看 也許找一個網站上面的那個 來把它存檔 真的層次不多 如果你會的話 大概10行以內就可以搞定 一個相簿的存檔動作 OK 好 這部分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我把它放在這個 雲端 這個解答檔這裡的 那個第13頁的地方 那我們回來看這個啦 Find Find All當然除了說可以找email 可以找價錢 可以找圖檔電話碼之外 當然它也可以找那個關鍵字 所以呢我們剛剛的地方就是說 找到之後有沒有 比如說我今天喔 我要怎麼讓它找 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 這個怎麼呢 假如說呢 這個字喔 這個關鍵字 比如說我輸入什麼 TQC 這個請輸入關鍵字 如果輸入什麼 TQC加 那我要怎麼先判斷說 那我要怎麼先判斷說 到底這個關鍵字喔 有沒有在這個 網頁裡面出現過 其實語法很簡單 就是你做一個邏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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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串 印 另外一個比較長的字串裡面 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的話 那它就會回傳是true 如果沒有的話 一次都沒有的話 那就是false 所以其實喔 如果你要找 所以我們先過濾一下 有沒有 有的話呢 再去算 有幾次 如果沒有 那就直接跳離 所以喔 如果沒有 else有沒有 那就print 喔縮詢失敗 一次都沒有 OK 但是如果有 因為像TQC加 在這個網頁很多次 所以呢 它我們接下來用一個 比較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直接 有沒有 用那個所謂的re 這個地方的話 re.find all 有沒有 給它關鍵字 去裡面找找看 那找的話呢 最後呢 幫我把這個name給抓回來 特別之外 這個name 裡面的話 它回傳如果有一個以上的話 它會丟回來一個串列 OK 所以呢 我們只要算什麼 這個串列總共有幾個 就可以知道有幾次了 所以執行喔 給它enter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我就把這個len有沒有 關鍵面 把它丟到這邊來 就會成功得到這個次數了 那如果你不太清楚說 這個為什麼會是這樣喔 其實有個方法 你可以這樣print的搜尋次數喔 我們乾脆這邊 可以底下呢 再多print一個東西 把什麼呢 把name也print個出來好了 比如說我想知道說 到底它那個 幫我找到的東西是什麼 你可以print這個name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的話 tqc加 enter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回來的話就是一個什麼 這個name裡面喔 它就是把tqc 欸 現在好像去掉了 它可能沒辦法找那個架 幫你把找到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都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那我們只要算裡面有幾個 那怎麼算裡面有幾個 很簡單嘛 用len就可以了 ok 那因為這一題喔 它是用那個所謂的那個 它不是用format 它是用另外一種格式化語言 就是用百分比 那如果說你百分比出現幾次的話 另外 假設說 百分比d的話 表示是放一個數字 百分比s的話呢 是放什麼呢 放四串 如果是百分比 這個f吧 那就是放一個幅點 ok 那我們這個地方 基本上大概就這樣 它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搜尋 當然你也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你要找一個東西 是裡面沒有的 也不要找吳老師 因為找吳老師應該是 一定是沒有 所以如果你沒有的話呢 它一定會跳到這裡 搜尋失敗 有沒有 那字串的話就零 ok 所以請各位大概看一下這一題吧 因為這一題的話 其實還蠻重要的 如果你要搜尋的是網頁上面的東西的話 畫面再還給各位